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习近平暗中制定计划防备普京死亡或被罢免 据商业内幕杂志报道 分析人士告诉商业内幕 习近平可能正在制定应急计划 以防普京下台 另有分析人士表示 习近平正在与普京的副手保持密切联系 有关军事政变的传言 以及对普京健康的担忧正在俄罗斯广泛流传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试图将自己描绘成坚定的盟友 并建立了长期的伙伴关系 以挫败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 但习近平似乎不像看起来的那样确信 他与普京的无上线友谊将持续下去 因为有传言称 普京患有严重疾病 或可能在政变中被罢免 一位分析师表示 习近平可能已经在寻求 与俄罗斯总统的潜在继任者 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 大西洋理事会经济学家兼高级研究员 安德斯·奥斯伦德说 习近平似乎正在与俄罗斯总理米书斯金 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奥斯伦德指出 四月份习近平出访莫斯科 在与普京的峰会上 习近平与米书斯金举行了罕见的一对一会晤 然后五月 中国总理李强邀请米书斯金访问中国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接待了米书斯金 再一次完全超出了中国与俄罗斯礼仪的正常范围 奥斯伦德写道 为什么米书斯金受到了邀请 而普京没有 俄罗斯领导人肯定不喜欢这种做法 作为普京不满的证据 他指出米书斯金缺席了随后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 而俄罗斯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这种老式的克林姆林宫学说 可能是我们所掌握的最好证据 表明中国可能正在越过普京 寻求与俄罗斯建立替代关系 奥斯伦德认为 在讨论普京的潜在继任者时 米书斯金的名字通常不会出现 作为一名前税务官员 他以高效的管理而闻名 据俄罗斯独立媒体报道 米书斯金没有参与普京的乌克兰战争计划 也没有参与开战讨论 在俄罗斯和中国这类封闭的政治世界里 有关其领导人的真实想法的信息很少 分析人士长期以来 一直依靠微妙的信号和信息片段 来解读潜在的权力动态 在冷战期间被称为克林姆林宫学科 至今依然非常活跃 去年普京使用一张巨大的桌子 与高级官员会面 这使人们在数周的时间里 一直将他的精神状态作为猜测的主题 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北京秘密的政治生态 分析人士此前从双方信息的自立行间 发现了普京和习近平关系紧张的潜在迹象 比如习近平拒绝批准一条从西伯利亚 通往中国的新天然气管道 他们表示习近平正在利用这条管道 来强调俄罗斯对中国的新的依赖 欧亚集团驻华盛顿的分析师阿里伟恩 告诉商业内幕 鉴于有关普京健康状况的传言 以及普京权利面临的潜在挑战 中国制定应急预案是有道理的 鉴于有关普京健康状况的传言持续 以及乌克兰击败俄罗斯 可能会削弱普京统治的猜测 包括美中在内的许多国家 可能正在设想后普京时代的种种未来 并权衡每一种未来对俄罗斯国内政治 和外交政策的影响 然而他警告说现在说习近平更愿意 与克里姆林宫的另一位总统打交道 还为时过早 无论是考虑到习近平与普京会晤的次数 他们对美国影响力的共同不满日益加剧 以及双方都把加深中俄关系放在优先地位 现在得出中国寻求不同的俄罗斯领导人的结论 似乎还为时过早 他表示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李强开会透隐忧 对中国经济下行无计可施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 中国5月份的出口跌幅远超预期 进口也持续下降 业界预计在需求低密之下 中国经济很难走出困境 中国总理李强日前也透露出类似的隐忧 中国海关总署6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5月出口共计2835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骤减了7.5% 原先市场预估中国5月出口较去年同期减1.8% 但实际上远非如此 而出口总额也创下自去年5月以来的次低 仅高于今年2月受季节性因素影响的2138亿美元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5月出口重挫 凸显中国经济急欲重振复苏 仍面临诸多棘手困难的最新指标 北京当局一再声称要加强经贸 以力挺全面经济复苏 却因全球需求疲弱 中国的出口陷入苦苦挣扎 据路透社报道 宝银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志威说 出口疲软证实 随着全球经济放缓 中国需要依靠国内需求 与此同时 中国5月的进口总额 共计2177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5% 自去年10月以来 中国进口额持续收缩 总计显示 中国5月贸易顺差658亿美元 低于4月通报的902亿美元 除此之外 中国其他方面的经济数据也亮起红灯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扁再扁 6月5日再按离岸人民币 对美元分别跌破7.12和7.13 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5月30日公布 反映制造业景气的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 5月降至48.8 跌至今年以来最低点 业界分析 这项数据若低于代表荣枯县的50 象征处于收缩期 代表着产业活动下降 更反映出中国疫情解封后 经济形势未见好转 而且短期内复苏无望 中国总理李强6月2号 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并未介绍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具体困境 仅一句话透露了其中的隐忧 会议承认经济的复苏仍不稳固 但对于如何提振经济 李强在会议上并未拿出具体措施 除了经济困境难以摆脱 中国的就业形势更是雪上加霜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稍早前公布 16到24岁的中国青年失业率 在今年4月攀升至20.4% 创下了2018年由统计以来的最高峰 另一方面 中国的全国高校毕业生 预计今年将达到1,158万人 等待就业的人口将不断增加 中国官方公布的青年失业率 虽然已经破历史记录 但估计实际失业人口将远远超出官方数据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面临十大危机 可能随时倒台 据自由时报报道 中国近年来扩大对台湾等周边国家的军事威胁 还频频向美国叫阵 不过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诚认为 当前中共正全面临内外交迫的十大危机 一旦到达临界点 将出现统治衰弱 控制力量崩解 届时随时可能会倒台崩溃 呼吁台湾人民应该多了解中国内部演变 才能对未来有所准备 宋国诚二号出席中华民国自由通讯传播协会举办的 台湾如何以软实力优势 应对国际局势挑战座谈会时表示 以他研究中国30多年的心得 分析归纳出中共正面临至少十大危机 第一危机是美中进入核对抗 宋国诚表示 美国国防部2022年10月时提出国安三大报告 内容不仅为中共夺身定制 也标明美国的核战战略出现了史无前列的改变 预示美中关系已逐步进入核对抗阶段 中共只要敢敢以武力犯台 将面临至少由美日韩台等组成的八国联军 中共将面临无法承担的战争成本与代价 甚至是美国为保护台湾所进行的核压制的局面 第二危机是经济陷入寒冬 他说中国最新的青年失业率已经超过20% 这是个严重缩水的数据 因为其样本不包括刚刚从大学毕业的1150万人口 且去年失业还没就业的农村青年 部分过年返乡的城市青年也不算 宋国诚研判实际失业率应该超过30% 且未来在长期GDP低度成长的趋势下 失业问题将继续成为令人头痛的难题 其他还有企业裁员、企业倒闭、外资逃离、外企、弃手、出口贸易下降等 许多年轻人因为没有正职工作 无法负担房租 只能露宿街头、居无定所 研判中国的经济危机将会持续扩大 第三危机是全景监视社会来临 2022年11月10号 中国宣布推行第14个五年全民健康信息化规划 计划将中国居民身份证字号建立一马通用的电子追踪系统 中国将走入全景监狱 令人窒息的全面压迫将迫使中国陷入死水的社会 第四危机是人口负成长 人口专家警告中国的人口零成长 甚至负成长时代已快速提前到来 这将成为中国即将来临的重大灾难 在最佳状况下 中国人口预计在本世纪结束时会萎缩五分之一 在最可能的情况下 中国人口本世纪结束时将减少46% 降低到7.7亿人 这种情况持续下去 中国经济必将遭遇严重停滞和下滑的危机 第五危机是社会内战 宋国成表示 白纸革命显示了中国社会已对中共政权不再信任 对自己的未来不存希望 未来暴政引发的多点是社会内战 如果失控和扩大的话 极有可能走向颠覆政权的革命内战 第六危机是民族智能退化 他表示习近平上台后 推行强调民粹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党化教育 近期又开始大力推动去英文化 这种反制的文化意识形态 将使中国新生时代充满虚伪的爱国主义 使整个民族走向低质化 第七危机是后习时代的跛脚政治 他说中共从坚持动态清零 封城坚决不动摇 道解封坚决不动摇态度180度大转弯 说病毒严重就严重 说不严重也就不严重 官员可以正反两面说 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人民对于政府不再寄予希望 转而是愤怒与无奈 第八危机是塔西陀陷阱 如今中共无论说什么 国际社会都已经不再相信 所有提出的国际合作倡议 国际社会也都认为是中共的阴谋 中国人对待政府的政策也都是以嘲讽反讽 不信任的立场来看待 第九危机是芯片割喉战 宋国成表示 美国对中国芯片割喉三部曲 分别是技术设备人才 将导致中国面临芯片产业寒冬 让中国高科技产业陷入慢性灭绝 第十危机是习近平的末路狂奔 他说习近平试图以对抗西方和逆全球化 来实现民族复兴 以军机战舰逼迫他人妥协 以政权之敌关押维吾尔族人 以爱国主义之名扼杀香港民主 以中立假象暗住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假借主权之名试图吞并台湾 宋国成认为 当这十大内部危机达到临界点 再加上外部对中共的围堵 发生交互作用时 整个政府将出现失灵 统治基础衰弱 控制社会力量崩解的现象 届时中共随时都可能会倒台崩溃 这是历史的必然性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中国古巴秘密缔约 北京在华盛顿后院设窃听基地 华尔街日报 援引了解机密情报的美国官员称 中国将在距佛罗里达州 大约100英里的古巴建立窃听设施 为此中国同意向现金短缺的古巴 支付几十亿美元 两国已经秘密达成了原则性协议 不过知情官员拒绝透露更多 关于该设施可能的地点 动工时间 美方将如何应对等细节 该消息称 有关计划的披露 引起拜登政府内部不安 因为在古巴建立窃听设施 将使中国的情报部门 能够窃听设有许多军事基地的 整个美国东南部的电子通信 并监视美国的船舶交通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说 他不能对这一具体的报道发表意见 但同时称 我们很清楚 也多次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正在努力在世界各地 投资可用于军事目的的基础设施 包括在西半球 他说美国正在密切监测 采取应对措施 有信心能够履行在美国国内 在该地区和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安全承诺 路透社的相关报道指出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 古巴驻华盛顿大使馆 都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对中国和古巴持批评态度的 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在推特上表示 来自古巴的对美国的威胁 不仅是真实的 而且比这个更加糟糕 华尔街日报指出 美国以前曾为阻止外国势力 在西半球扩大影响进行过干预 最突出的例子 是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 当时苏联向古巴部署了 具有核能力的导弹 促使美国海军对古巴进行了封锁 美苏两国一度走到核战争的边缘 上个月拜登总统曾派 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 秘密访问北京 5月10号和11号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与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在维也纳举行了围棋两天的会晤 美国参议员卢比奥说 古巴对美国的威胁不仅是真实的 而且比这更糟 卢比奥在推特上说 他是一个对中国和古巴持反对意见的人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谢峰称中国不接受制裁有对话 据星岛日报报道 中美斗而不破 双方大使隔空喊话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 美方近期表示叛加强两国高层接触缓和紧张局势 但中国无法接受一边制裁一边要求对话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则表示 中国近期审查施压美光 凯胜荣英等媒体 行为是出于政治动机 华盛顿将予以反击 有分析称由于中美摩擦与中国国安管控加剧 外企高层仿中表现更为低调 信奉沉默是金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周三七号应邀出席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欢迎其履新活动 发表首秀演讲 表示如果用去风险为脱钩打掩护 就会给两国关系买一下更多钉子 他说美方近期希望加强两国高层接触 判找到缓和紧张局势稳定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办法 中方对此予以重视 做出了积极回应 中国有句话叫新城泽灵 对话合作要相互尊重 结果倒下 一边把对方放在制裁名单里 一边要求对方合作 这是不可接受的 他强调高层交往 尤其要做好全过程管理 对话前营造良好氛围 对话中积极正面成果 对话后扎实推进落实 此前美方一直要求两国房长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会晤 但中方因美方不肯取消对中国房长李尚福的制裁而拒绝 据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下旬将访华 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周三七号 通过事项参与美国全球领导力联盟论坛 他表示 美国公司在中国面临越来越多的审查 数月以来 中国当局瞄准五家美国公司展开行动 包括芯片企业美光 会计事务所得勤 以及咨询公司贝恩 凯胜荣英和名词集团 伯恩斯说 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其他国家的公司身上 但发生在美国公司身上 本质上是政治性的 从中方的角度来看 这看起来像是报复 这是错误的 美方将抵制及反击 中美摩擦加剧 包括泰斯拉CEO马斯克在内 多家外企高层陆续访问中国 但形势相当低调 路透社引述一些商会高级职员分析表示 外企担忧 如果高调形势 可能要冒着风险 在华府与北京之间选边站 另一个原因 则是中国持续加强对国家安全的管控 许多企业无法确定哪些行动 可能会触犯法律 家中贸易理事会常务理事 佛瑞赛对路透分析称 外企高层们不再追逐新的商业机会 而是专注于维持现有关系 通常不会举行任何记者会 晚宴或是公开演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时段的热点背景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题 党官拍宣传片 读到一切为人民集体笑场 中美台海贴身肉搏 更多内幕曝光 蔡奇要职及一身 秦刚跨界单大任 中国关键军事技术遥遥领先 优势明显 中国监控摄像头 预横幅展开 自动通知公安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党官拍片 读到一切为人民集体笑场 网传一众中共官员 在长沙的所谓爱国教育基地 拍宣传片 读到一切为了人民时 集体笑场 视频热传 中国网友嘲讽 他们自己都不信 6月6号中国社交媒体热传一段视频显示在一个标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牌子前 几名白衣黑裤的男子在拍摄政治宣传片 其中一名男子站在前方疑似在宣讲感言 其他人则素利聆听 当前方男子读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时候 听讲的男子中突然有人忍不住开始笑场 随后引发全场哈哈大笑乐不可知 有人笑着指责你竟然笑场 传播视频的网友爆料 事发长沙市疑似一群公职人员在爱国基地拍摄宣传片 结果集体笑场 视频地点标示长沙清水塘 根据建筑风格判断 视频拍摄地点是长沙市博物馆内的所谓中共乡区委员会就职 及毛泽东杨开会故居 据港媒报道杨开会当年为毛泽东生了三个孩子 但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 抛弃了杨开会 1930年毛泽东率兵攻打长沙时 杨开会受牵连被抓被枪毙 毛泽东都不闻不问 前中共高官毛泽东的前秘书李瑞曾提到 1980年代修缮杨开会的长沙故居时 发现了他藏在墙壁中的书信手稿 里面痛骂毛泽东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 但官方刊载书信时删去了这部分内容 中共官员在毛羊故居宣读一切为了人民时笑场 引发微博网友热议 原来他们也觉得这个口号搞笑啊 哎他们自己都不信 把为人民服务当笑话的人正在为人民服务 自古以来最无耻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中美台海贴身肉搏更多内幕曝光 据New Talk报道 第二十届亚洲安全会议香格里拉对话 中国拒绝了美国防长见面的要求 美国在丢了面子的情况下派出美家军队 并不理会中方提出的无害化通过台海要求 不经许可以自由航行为借口 强行通过进行威慑双方海空对峙 甚至出动直升机 没想到由南海进入台海时就碰到拦截 当伯克级中云号差点与解放军舰艇相撞之后 美军印太司令部发表声明称 确认拦截自己的是中国海军052D型132苏州号驱逐舰 双方相距近137米 美舰为了避免被撞 只能将航速降到10节以下 同时调整航向避免冲突 不过苏州号驱逐舰在高速穿过美军战舰后 在距离美舰约1828米距离时 又突然掉头返回 再次高速向美军驱逐舰左侧驶来 双方又再一次紧贴 最近相距只有150米 中国军舰连接连两次强势拦截 也让美军大感意外 加拿大护卫舰舰长保罗 蒙福德表示 中国海军通过无线电警告称 你们正在进入中国的领海 不过美加海军并没把警告当回事 中方警告无效后 苏州号驱逐舰从美舰左侧高速驶出 向美军中云号驱逐舰船头方向横切过去 双方已经非常接近 如果不采取规避动作 将高几率相撞 蒙福德发现苏州舰改变航向后 立刻就打电话给美军驱逐舰试警 提醒美军指挥官变更航线 否则很快就要发生碰撞事件 但美军指挥官不仅不当回事 还要求苏州号驱逐舰远离自己 当美舰看到苏州号驱逐舰突然直接横切 急忙降速并改变航向 避免直接引发海上冲突 同行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号自称没有遭到中方拦截 不过也有056型护卫舰在跟肩 而且也逼近到加拿大护卫舰900多米处 虽然没有进一步行动 解放军舰两次贴身肉搏 吓坏美加军舰 美方公布的第一视角 苏州号驱逐舰高速横切 具极高风险 如果美舰直接冲撞 苏州号驱逐舰侧面装甲 肯定不如见首兼顾 很可能被中云号驱逐舰切成两半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蔡奇要职及一身 秦刚跨界担大任 香港明报报道 上周国家主席习近平召集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显示 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已经更名为 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 加上了文化二字 该小组同管全国的意识形态及文宣事务 但具体工作则交由下属中宣部负责 而文化事务本来就在其管辖范围 在小组名中加上文化二字 是凸显中央当前对文化事业的重视 这个小组1988年正式设立 自十年前政治局常委七人制定刑之后 组长都是由政治局常委兼中央书记处书 常务书记兼任前两任组长是刘云山王沪宁 蔡奇这一兼职虽尚未获官方证实 但从她主持上周的座谈会并发表讲话 以间接证实其组长身份 深受习近平信任的蔡奇 目前可能是除了习近平之外 兼职最多的政治局常委了 除了上述小组长外 她还是中央学习贯彻习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 还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委书记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委员会主任 中央国安委的副主席 中央申改委副主任等等 当然与习近平一样 兼职虽多但实职只有三个 习的实职是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是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头衔 在国内的活动则三职并提议 在外交场合 除非对方是社会主义国家 否则都不提党职 只用国家主席职务 蔡奇的实职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办公厅主任 但只有政治局常委一直是标配 书记处书记和中办主任 两职务交替使用 不会同时并提 当陪习近平出访 视察就像近日在内蒙古 巴雁卓尔时 他只用中办主任 不提书记处书记 但在出席一些重要会议时 他就只提书记处书记职务 不提中办主任 如上周的文化传承座谈会 在上周座谈会的主席台上 除了习近平蔡奇之外 还有中宣部长李舒磊 身兼全国文联主席 和全国作协主席的人大副委员长铁宁 主管文化体育事务的国务委员 慎怡勤 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 全国政协副主席江信志 其中李舒磊是宣传思想文化 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铁宁代表人大文联作协 江信志代表政协 慎怡代表国务院 出席都不难理解 但主管外交的秦刚出席 就耐人寻微了 一种可能是外事系统也是宣传思想文化小组成员 所以中联部长刘建超也坐在台下 但若未显示外交系外事系统的重视 理应由党务系统的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代表出席 另一种可能是慎怡勤也是小组副组长 因为以前国务院领导层主管文体事务的刘延东 孙春兰都兼任副组长 故秦刚作为国务院的代表 不过这种说法比较牵强 慎怡勤可以是副组长 也可以代表国务院 以前刘延东孙春兰都是这种角色 因此秦刚的出席不排除 他未来功能不限于外交领域 可能还将担大任 中国关键军事技术遥遥领先 优势明显 据美国之音报道 根据澳大利亚一家智库新发表的分析报告 中国对一些关键军事技术的研究遥遥领先 以至于美国及其主要盟友 可能永远无法赶上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周二 6月6号根据对引用率最高的前10%研究论文的审阅 发布了调查结果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中国在23个关键类别中的19个类别中处于领先地位 其中包括一些可能在北京推动印太及其他地区的军事优势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的类别 该项研究发现 中国在高超音速电子战和关键海底能力方面处于明显领先优势 并进一步警告说 中国的领先优势如此突出 以至于中国可能主导这些领域未来的技术突破 分析进一步发现 在超高音速方面 10家领先的研究机构中有9家位于中国 而所有10个顶级海底无人潜航器研究机构都在中国 与以高超音速飞行弹岩射定轨迹飞行的弹道导弹不同 高超音速武器尽管以5马赫 也就是5倍音速飞行 但其机动性很强 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 凭借高超音速等一些技术 中国产生了超过73%的高影响力研究 超过了美国和其次的8个国家的总和 分析还发现 有迹象表明 中国正在利用西方研究机构为自己谋取益处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表示 超过14%的高影响力中国作者 那些撰写最常被引用的论文的人 在美国、澳大利亚或英国接受了研究生教育培训 该研究所并指出 这类研究人员撰写高超音速探测的比例 接近20% 关于电子战的比例 接近18% 然而在某些领域 美国及其盟国仍保持优势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表示 美国在自动系统、量子计算机和量子传感器 人工智能的某些领域 以及保护性的网络安全方面的高影响力研究 仍处于领先地位 当把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研究工作 结合在一起时 即所谓的澳英美伙伴关系差距 则会缩小一些 不过中国仍然保持相当大的研究优势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在其研究报告随附的一份声明中写道 即使把他们的努力统计在内 澳英美三国在某些领域 仍然落后于中国的事实 凸显了这项技术共享协议的价值 该协议的目的是通过 使合作伙伴能够利用彼此的优势 来加速共享技术发展 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于2021年9月 签署了澳英美协议 以解决印太地区的共同关切 并促进人工智能技术 量子计算和网络防御的进步 三国联盟中最突出的部分之一 包括美澳计划建造至少8艘核动力舰艇 美国国防和军队官员 一再对中国在先进技术的助力下 不断扩展军力表示关切 今年3月美国国防情报局首席科学家 在华盛顿告诉记者 北京已经拥有世界领先的高超音速武器库 美国正在开发自己的高超音速武器 但所有这些武器都仍在测试或开发阶段 其他美国情报官员也警告说 中国有能力利用先进技术 今年2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韩斯警告说 中国在美国大陆上空发射的高空间谍气球 可能只是中国监控努力的开始 随着技术的进步 随着我们开始看到更多的高空飞行器 实际上我们将看到更多的这样的情况 他说我们必须了解这种情况并管控它 那枚高空气球最终在美国大西洋海岸被击落 中国官员继续否认这是监视装置 便称它是用于气象研究的民用无人飞艇 中国监控摄像头预横幅展开自动通知公安 据自由亚洲报道 一家提供摄像监控技术 遭西方多国政府制裁的中国公司推出新产品 结合人工智能技术 能在有人展开横幅时自动通知当局 率先提出报告 指出大华技术公司产品具备此技术的美国信息监测研究公司 IVPM表示 大华技术公司出品的摄像机所含的人工智能技术的目的 显然是要将抗议者消音 在IPVM对大华科技提出置评请求后 大华随即删除了产品系统里关于GIN的说明脉络 然而在已经存取的大华科技网站版本中 可见该公司说明指此科技的用途为社会安全及社会治理 这些都是中国当局将监控和逮捕合理化的常用词汇 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这几年里 这种人工智能技术和政府追踪技术在中国被广泛采用 而大华科技的这个系统只是这种AI技术快速成长的案例之一 批评人士表示中国各地警方大量采购此类技术设备 以大幅增加当局限制社会自由控制人民和打压特定群体的能力 根据大华网站存取页面 该人工智能系统于2021年推出 并于2023年5月已经付诸使用 此系统推出时间 恰于2020年全中国各地警察大规模投资地理信息系统的时间点吻合 IPVM公司的查尔斯·罗勒表示 目前尚不知哪些地区的公安部门会使用此项大华人工智能系统 但大华科技是提供中国警方设备的主力 他说横幅警讯的开发迎合了中国市场 大的政府部门通常是警方 这套系统意在提供警方或者某种形式的都市当局使用 总之除非你是要追踪抗议人士 否则没道理要自动追踪他们 近年来在中国最知名的抗议行动中 抗议中国新冠清零政策的白纸运动 就是由一名男子在天桥上展开抗议横幅开始 这显示该技术可能与警方有关 虽然不知道警方是否在该特定案件里使用了横幅追踪技术 受美国英国和澳洲政府制裁的大华技术 为中国当局提供多种利用生物识别数据 执行预测性警务 以监督人民的人工智能技术 早先大华技术公司内部文件显示 该公司提供脸部识别人工智能技术 追踪维吾尔族人也因此招致西方国家制裁 大华技术否认专门针对特定的族群 大华官网也曾发表一个在2020年拍摄的视频 掩饰其人工智能系统拍摄道德横幅展开的过程 但该视频随后被删除 视频解说表示 如果在摄像头范围内监测到手持横幅的人士 而且该行为持续相当时间 则系统会向警方发出警报 大华技术并未回应自由亚洲寻求评论的要求 横幅展开检测技术是中国警方探索人工智能发展 和技术如何投入使用的延续 IPVM公司的若勒表示 中国大量收集其人民数据的做法早已行之有年 迅速扩展的人工智能技术 为当局提供收集情报的新方式 IPVM上个月也得到一份上海公安征求 人工智能追踪系统项目采购邀请 展现中国当局有意利用所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感谢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